辽斋故事中的女子 她们虽然貌美如花 却都是山精野怪 为何能够拥有无数追求者呢 只有读懂她们的故事 才明白蒲宗陵为何思想超前两百年 今天史先生就来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第一位 小翠 小翠啊 是辽斋小翠片中的女主 狐妖的化身 在小翠还未出生时 小翠的母亲 曾经在一位秀才身下躲避雷电 这位秀才后来高重近视 被封为太长死轻王公 王公有一个儿子 名为王元峰 虽然长相俊朗 却十分吃傻呆滞 王元峰长到16岁时 仍不能分清男女性别 所以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姑娘成家 小翠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后 就让小翠前去报恩 小翠于是化作仙女嫁给了王元峰 王公一开始觉得很高兴 毕竟痴呆的儿子还能娶到仙女 已经算是天大的造化 但是很快他便苦恼起来 因为小翠天天陪着王元峰 在院子中瞎玩打闹 完全没有归中女子的贤淑 这对王公这样的关键老爷来说 毫无礼仪规矩之分 所以王公一家经常斥责小翠 以及打骂王元峰 但实际上 小翠这样做 是为了唤醒王元峰的内心 王元峰痴呆十多年 早已封闭了自身的情感和语言能力 而想要让王元峰恢复 小翠就需要不断地刺激他 多年下来的相处 小翠和王元峰历经斥责和苦难 二人之间的感情越发浓厚 小翠见时机已到 在一次王元峰沐浴时 为王元峰宽衣洗澡 施展法术 洗去王元峰的痴呆症 在这个过程中 王元峰一直处于假死状态 王家主母误以为小翠害死了儿子 便把小翠赶出了王家 直到王元峰恢复为正常人 王公一家都追悔莫及 王元峰更是每天撕炼小翠 茶饭不思 甚至让人画下小翠画像 每天对画像供奉祈祷 小翠见王元峰日渐消瘦 于今不仁便在某一天突然现身与他相见 向王元峰哭诉苦楚 二人于是重归于好 偷偷相会一年多 王公一家呢 一开始并不知晓小翠回归 就为王元峰安排了一桩婚事 王元峰知道后以死相逼反对婚事 准备带小翠远走高飞 小翠却劝他接受婚事 并告知王元峰自己狐妖的身份 但是王元峰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 两人便互相争执一拖再拖 后来王元峰发现小翠的相貌和声音 都已经出现了变化 就去询问小翠原因 小翠才得知 原来王元峰家中放有他自己的画像 在深深感动的同时 小翠把画像尽数烧毁 并承诺自己会陪伴王元峰 让王元峰赶紧去娶妻生子 王元峰拗不过小翠便答应下来 新娘到来后 王元峰发现新娘竟与小翠一模一样 心中诧异之时 才得知小翠不会再见他 而原先小翠变化样貌 只是为了让王元峰 在思念他之时 看到新娘能够得到安慰 说完了斗斗志异中的女子小翠 看看还有哪些女子的经历与他类似 第二位 新十四娘 明代正德年间 广平府的公子冯生 年轻时轻挑放荡 酗酒无度 一日清晨 撞见新十四娘 新十四娘美若天仙 将冯生迷得神魂颠倒 从此发誓 非十四娘不娶 冯生的祖母是薛尚书的姐姐 薛尚书虽然已经去世 但却是阴间大官 同管狐妖一族 他知晓冯生喜欢十四娘 于是让新家将十四娘嫁给冯生 十四娘本来有望先般 但是看到冯生对她如此执着 于是便答应嫁给冯生 冯生呢 自然是乐得高兴不已 报得美人归以后 对十四娘的狐妖身份 也不做怀疑 冯生的朋友中啊 有一个人叫楚银台 两人关系非常好 在听闻冯生娶妻后 便亲自上门为她庆祝 但楚银台此人心胸十分狭隘 十四娘远远见过她一面 从面相就判断出 楚银台是一个小人 便要求冯生 不要再与此人交往 二人之间也就断了来往 参加科考之时 楚银台考了第一 冯生考了第二 楚银台因为沾沾自喜 邀请冯生参加酒席 一连叫了几遍 冯生才最终答应下来 酒宴中 楚银台多次夸耀自己 冯生忍无可忍 借着罪意 直言楚银台科举作弊 让楚银台无地自容 从此被楚银台记恨 楚银台为了报仇 想方设法坑害冯生 一日 楚银台自家丫鬟被杀 楚银台心知这是个机会 便再次将冯生邀请到酒楼 将冯生灌醉后 又把冯生塞到丫鬟身边 并向县衙诬告冯生 逼肩杀人 人证物证俱在 冯生白口莫辩背叛死刑 在老语中受酷刑鞭打 十四娘知道后惶惶不安 用大法术为冯生洗清冤屈 将冯生从老语中解救出来 但从此快速衰老 为了不让冯生难过 十四娘为冯生物色了一名女子 让冯生与自己分别 冯生苦苦哀求十四娘 才让十四娘放弃分别的想法 但十四娘衰老的速度很快 不到半年时间就变成了老太婆 之后便暴病而死 在这期间冯生没有丝毫嫌弃 仍然待十四娘如初 但还是未能挽留住十四娘 透光积蓄的冯生从此潦倒不堪 直到想起十四娘生前的存钱罐 冯生将存钱罐砸开后 发现全是十四娘为她留下的财富 从此变得富裕 后来十四娘为了先班 撞见冯家的仆人 还曾询问冯生是否平安 聊斋中新十四娘的故事令人动容 那还有哪位女子的经历 同样如此呢 第三位 花姑子 陕西有一个秀才 名叫安幼渝 安幼渝为人慷慨善良 每次碰到猎人抓下鸟兽 往往会以高价买下将其放生 依次安幼渝在山谷中迷路 无论如何也走不出来 直到遇到一个驼背老汉 主动为他带路 才将他救出来 驼背老汉还因此邀请安幼渝 到家中做客 驼背老汉有一个女儿 叫做花姑子 年轻貌美 就像是下凡的仙女 安幼渝看了一眼 便深深地陷入其中 因此对花姑子十分爱慕 下山之后便立即派人去提亲 但提亲的人 怎么都找不到花姑子 安幼渝亲自去巡路 也未能找到驼背老汉的家 山民都说 从未听说过有此人 安幼渝从此日思夜想难以入睡 很快便卧床不起 每天都在昏迷中想花姑子 花姑子被他的痴情打动 终于愿意显身见他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每到深夜便偷偷相会 然而 这件事最终被驼背老汉发现 驼背老汉责备花姑子 准备带领全家远走高飞 安幼渝对花姑子实在想念 便决定再去进山寻找花姑子 中途偶遇一个大户人家 自称是花姑子的亲戚 安幼渝便进去寻找花姑子 但这家的花姑子是由蛇妖所变 蛇妖一靠近安幼渝 就将安幼渝杀死了 花姑子听闻死事后 一路嚎啕大哭 来到安幼渝灵堂 想方设法将安幼渝救活 原来花姑子的父亲 曾经被安幼渝从猎户手中救下 为了将安幼渝带回阳间 驼被老汉以命抵命留在了阴间 而花姑子为了帮助安幼渝身体复原 后去自身七成的精血 再也不能与安幼渝相见 此后 安幼渝思念花姑子 时常到山中转悠 得到花姑子为他生下的孩子 从今往后不再娶妻 在《聊斋志异》这本小说中 女子大多勇敢 聪慧 美丽善良 与以往的古代小说女子形象完全不同 可以说 聊斋志异的主旨 便是为了反对腐朽的封建理智 歌颂爱情故事的伟大 以及对女性的赞美 小说中的人物 除了上述三位女子之外 还有许多性格鲜明的女子 她们大都独立自主 不畏强权 为追求自己理想的爱情而努力 可见蒲松林先生的思想超前 她们的主旨 嗯